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关于加上问题摘月停火的这个决议的表决啊 这个决议表决的结果以及在联合国之上的啊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那个过程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尤其是美国人 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大问题犯了大错呀 尤其是大家可以深入的看进去 美国在政治外交领域啊 真的是有问题啊 美国人在政治外交这一块啊 且得学呀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啊 今天会引用啊 中国代表以及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啊 上面的这个讲话 大家就可以感觉到 那个态度上完全的不同 以及中美两个国家的针锋相对 但是美国的这种针锋相对的这个方式 将给美国带来大问题啊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两点 第一点 那就是关于美国代表所强调的啊 这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个决议啊 不具备约束性 也就是啊 很多同学啊 所设想的啊 联合国到底有没有用啊 联合国就是个摆设啊 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 把这个问题聊清楚了 大家也就知道美国出的问题到底在哪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的代表张军在联合国上面的这个讲话呀 张军提到正义必然取得胜利啊 这一句话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虚的话 但是这一句话 我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非常实的话呀 也就代表着中美两国在某些问题上 这个态度上的不同之处 以及大家可以从中美两国代表 讲的这些话得到未来中美博弈的那个结果呀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美国将会出现大问题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 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决议啊 这个决议的内容非常的一个简单的 其实就是两点啊 第一点呢 大家要停火 第二点呢 大家要释放人质啊 并没有单指哪一方 也没有单指啊 哪一方就是坏人 哪一方就是好人 这是一个非常平铺直续的一个决议啊 可以说这个决议呢 得到了啊 十次票的同意 以及一票的弃权 这一票弃权呢 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的态度 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这个啊 大量的这个成员国 完全啊 有点不一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那我相信啊 很多同学都会说啊 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啊 默冷两可的 只要呼唤和平的 只要呼唤停火的 大家都会投票去支持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但是的话 美国人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美国人明显不喜欢这个决议的内容 但是大家也得参考着中国的态度 然后看中国的态度 在那儿投票 他也没办法完全得罪中国 现在的联合国确实是中美博弈的一个场合 大量的这些成员国都在都在啊 这个收属的两端都在默愣的两头 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但是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讲了 这个决议的表决 以及大家讨论的过程 可以让大家看到中美两国博弈的那个结果 为什么呢 为什么哎 这些大量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 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默愣两可的 好像没有自己的观点 没有自己的主张的 只要是呼唤和平 呼唤正义的 大家都投同意票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现在这些国家的态度 就是我谁都得罪不了 我谁都得罪不起 中美这两个国家 我哪个都不能得罪 中国所主张的观点 我支持 美国所主张的观点 我支持 但是我支持的原因 就是因为正义 就是因为和平 我没有别的一些立场 可能很多东西会说 哎 这不是一种持平的一个态度吗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关于啊 这一次的加沙的这个问题 在联合国上的这个表 表决的这个过程 都是都是渐渐的 越来越不利于美国 中国所主张 所支持的很多的决议都通过 对不对 无论是联合国大会的表决 还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表决 美国所主张的 所支持的这个决议 基本上通过不了 这才是最神奇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不去得罪美国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未来的这个世界 对待美国人 就是啊 表面上啊 都过得去啊 还得喊美国人大哥 对不对 大哥大哥 嘿嘿 我是你的小弟 对不对 然后回过头去 就打电话呀 对不对 中国咱俩来聊聊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呀 对不对 面子上跟你过得去 然后的话 实质 然后啊 有利于你的事情 基本上不做呀 这就是美国人 现在遇到的大问题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美国最近在国际事务场合上 那个表现嘛 尤其是从布林肯那计划开始啊 你不上餐桌 您就上菜单 对不对 然后你不上餐桌 陪我一起做 那您就上菜单 我就把您给吃了嘛 这是什么 这是丛林法则呀 你必然要去做选择 美国人逼着别人做选择 那别人会如何说呀 对不对 这么正常的国家会说啊 你美国逼我选择给你拼命吗 没有哪个国家会干这种傻事啊 毕竟美国现在倒驴 他不倒架呀 这个架子还很大呀 对不对 瘦死的骆驼 他确实比马大呀 这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现在的一个状态呀 得罪不起 得罪不起 那怎么办呢 那我先给你面子上过得去 实质上呢 实质上你逼我 我不舒服 我不舒服怎么办 我就做点稍微有点不利于你的一个事情啊 你让我不舒服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你伤害了我的利益 为什么是伤害啊 其他国家的利益呢 因为你美国人在逼别人做选择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大家能够跟你美国做生意 也能够跟中国做生意啊 这个世界之前的状态 简单来跟大家讲 中国对不对 是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要的贸易伙伴 也就是大家都需要中国生产的这些商品 可是呢 这里面跟美国也有关系 什么关系啊 美元呢 美元提供了大家进行交易的那个工具呀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有依赖 大家依赖美元 大家也依赖中国生产的这些商品 结果你美国人现在逼我们做选择 不上餐桌就上菜单 对不对 你伤我的利益了 原来我是跟中国做生意能赚钱 跟你美国做生意也能赚钱 结果现在你只让我站在你美国身边 得罪中国人 对不对 那我赔钱你美国赔吗 那我赔钱了你美国给我吗 我我跟中国啊 这个关系稍微差点 不说赔的多 我就赔赔了十块钱 你美国给我这十块钱吗 为什么大家觉得觉得不舒服 原因就在这 美国现在的状态就是有点急 在很多的问题上都是啊 比如说在这个啊台湾这个问题上啊 那个我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保台湾 您拿核武器炸台湾 您那玩意叫保台湾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美国人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吗 美国人连核武器这个话 他都敢说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无论是在南海 还是在欧洲 俄乌的冲突那里 美国人的表现是啊 我既要不我既不下场 但是的话 我又不希望见到这场战争停下来 对不对 在中东 美国人还亲自下场去跟啊 也门互赛武装打仗 但是美国人表现的又是啊 我不完全下场 我不派地面作战不对 我也不承认我美国在跟这个也门在打仗 对不对 我在干嘛 我在维护着红海的这个运输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的一个状态呀 对不对 为了啊 为了他的小老弟 为了以色列 为了乌克兰 但是的话 他又不是全为了这些国家 也不是全为了这些小老弟 他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 美国人现在这个形象 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表现 就是美国只为美国的利益吗 美国优先吗 你包含这个民主党 老拜登刚上来的时候 就是芯片法案 就是通胀学姐法案 全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啊 芯片法案 让美国要在2030年的时候 成为这个世界第一号的 这个芯片制造国家 那不是抢什么这个荷兰 日本 韩国台湾岛的生意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美国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吗 你是啊 真的是把自己的小老弟往死里去弄啊 这是芯片法案 通胀学姐法案呢 韩国人那边哭天喊地啊 韩国人只要见着美国人就喊这个通胀学姐法案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生产的这些汽车 真要失去美国的市场啊 美国要补贴在美国生产的这些新能源的汽车啊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的状态呀 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顾别人的利益 那你说别人怎么看待美国 那美国这个时候还得喊 你得你得坐在我餐桌旁边 跟我一起吃饭 不然的话你就上台湾 那大家觉得美国这个形象啊 让世界上 世界上其他这些国家舒服吗 对不对 美国现在整体政策走成了这个样子 美国会出大问题的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咱们看一看美国代表啊 在这个联合国之上讲的这个话 首先美国啊 竖了两个大敌人 这两个大敌人是中国和俄罗斯啊 关于这个决议啊 美国也得啊 稍带手的啊 然后的话啊 评价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太坏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之前投了反对票 对不对 之前的那个决议啊 美国自己提的那个决议 中俄带头提反对票 还有阿尔及利亚 对不对 然后大量的国家啊 然后的话都投了这个同意票 只有中俄 你们两个坏蛋啊 投反对票 为什么呢 你们是利用这场毁灭性冲突 作为政治的工具 对不对 你们就是为了政治 谋取私利 指责中俄 但是你美国这样去干的话 只能让别人看见你的无能 为什么呢 你把中俄当成了敌人 但是你又拿中俄无可奈何呀 对不对 这个决议是通过了呀 你美国到底是一个世界的独抢呢 你还是一个对不对 然后博弈中俄跟中俄这两个国家 博弈博弈不过的那个国家呀 对不对 你看起来像是个弱者 中国太坏了 俄罗斯太坏了 他们是拿这些事情当政治工具 呸 但是你表决输了呀 你喊破大帖没有用 你喊破喉咙没有用啊 对不对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4票同意票啊 法国 德国 韩国 日本 都是啊 投了同意票啊 都跟中国 俄罗斯一样啊 对不对 为什么我提法国 德国 韩国 日本 这些国家跟美国什么关系啊 你美国喊破喉咙 你自己的小老弟子不站在你身边 英国都投同意票啊 对不对 英国都投了 英国跟你美国人关系多近呢 哎 怎么回事啊 你美国人现在无能的狂怒啊 那接下来美国这个代表又提了吗 其实他上来就讲了这句话 讲的就是啊 这个决议啊 他啊 这个安全理事会的这个决议啊 不具备约束性 这个问题就来到了很多同学所质疑的 这个啊 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啊 这个通过这个决议 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吧 联合国就是个摆设吧 对不对 是不是摆设啊 是摆设 但是摆设自然有摆设自己的一个用处啊 但是咱们先看美国人的态度 你直接指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 不具备约束性 美国你会出大问题啊 为什么呢 你在质疑联合国的法理啊 联合国如果说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啊 不具备约束性 那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丛林法则的一个世界 你又是在威胁全世界呀 之前你美国的啊 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出来说啊 这个菜单 还有餐桌啊 这一套的讲法 你就已经让别人开始害怕了呀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你逼着别人要伤害自己的利益 站在你美国的身边 你美国还不赔偿别人这些损失的利益啊 对不对 那别人浑身不舒服 现在你连联合国都折腾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关于俄乌冲突啊 俄乌冲突上面联合国的决议 为什么大量的国家都在谴责俄罗斯 因为联合国里边的这些成员国 大量的国家都是中小型国家呀 大国只有那几个呀 对不对 哪怕你说啊 联合国的安全理事 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 对不对 那也就五个流氓国 这是五大流氓 联合国五大流氓嘛 对不对 只有那五个其他的国家 都是中小型的国家呀 中小型的国家怕什么 怕的就是啊 大欺小强吃弱嘛 丛林法则到来 他们先倒霉呀 先被别人吞掉的就是他们呀 对不对 打他们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叫区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没人替他叫区了 为什么呢 因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表决决议 不具备约束性了 那随便去打了 随便去干 大国必然要吃掉中小型的国家呀 那这些国家 浑身的不安全 对不对 浑身的难受啊 为什么之前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俄乌冲突 那么多的国家 那个时候啊 这个批判啊 这个俄罗斯 支持这个乌克兰呢 原因很简单呢 相较于啊 这个乌克兰 我们相较于俄罗斯 我们也是中小型的国家呀 对不对 我们跟谁打都打不过呀 看到乌克兰 那乌克兰是个啊 弱国是个小国 那我也是弱国 我也是小国 那我当然支持一下这个乌克兰呢 对不对 这就是当时联合国 关于俄乌出动上的一个表决的一个特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呢 对不对 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 一百出头吧 一百一十多个 一百二十多个国家 支持这个乌克兰 反对这个俄罗斯 原因在这啊 对不对 大家要联合国干嘛 干嘛的 大家起码找一个能讲理的一个地方 结果你美国要掀桌子是吗 哈哈 你美国要掀桌子 那你说世界上中小型的国家会恨谁 谁掀桌子他恨谁 谁给这个世界带来 这个丛林的法则 他恨谁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呢 你让大家都变得不安全了呀 对不对 你让大家变得不安全 大家就选你了吗 啊 表面上跟你喊大哥 大哥 大哥喊的可甜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实质呢 马上打电话呀 为什么呢 我跟着二哥走 二哥那边也没欺负我 二哥那边 如果他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的话 对不对 我支持二哥把你大哥给干了 为什么你大哥伤害我的利益呀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个答案 没人 这种中小型的国家 没人敢跟美国直接顶着来 没人敢说美国一个不字 没人敢说啊 消灭美国人 对不对 没人敢 因为他弱他小 但是的话 他私下里面干什么事 你美国可拦不住了 你美国人就继续的掀桌子啊 继续说 这个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这个决议 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你继续说 说到最后 大家等着看美国 美国会落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不过讲到这 我相信大家还会有那个疑问呢 联合国这个 这个组织 他确实是没有用啊 对不对 他这 他确实没有用啊 他又没有军队 又没有那个 大家就是开会的一个场合 对不对 你老五也说过嘛 这就是一个展示态度的一个场合 没有用 没有用 大家看中国历史啊 看明白了 大家就知道有没有用了 对不对 联合国是什么 对不对 联合国没有用 很多东西也会说 联合国就是汉先帝 啊 汉先帝没有用嘛 对不对 那汉先帝没有用 为什么要侠天子以令诸侯啊 对不对 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如果汉先帝就是个摆设 汉先帝啊 没有用 对不对 汉先帝 他也没军队啊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势力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为什么曹操 他要侠天子以令诸侯 大家把这东西想明白 为什么曹操呢 一代的奸凶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么厉害的一号人物 那怎么 怎么一定得留着汉先帝一条命啊 为什么曹操 长时间不把汉先帝给搞掉 自己就当了个皇帝 为什么不这样去干呢 为什么要留着汉先帝这一条命啊 大家把这东西想明白了 对不对 如果他真没用 汉先帝早完了 咱们可以看看中国历史上一些啊 有意思的一些啊 这个算是皇帝吧 比如说汉先帝 比如说周天子 比如说楚义帝 也就是楚怀王 然后他们的一个啊 状态 他们的一个结果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把汉先帝 周天子啊 这个楚怀王 不当过 不当一回事的 这些事里到最后都落了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呀 其实最著名的不就是啊 这个西楚的霸王项羽吗 项羽就不把楚怀王就当一 不把他当一回事啊 楚怀王处一地 然后他就做出了一些啊 有益于这个刘邦的一些事情 结果呢 哎 项羽就啊 直拍啊 这个鹰部去把这个楚怀王给淹死啊 这就是楚怀王到最后那个结果呀 楚怀王小命没有了 你说啊 这个这个项羽厉不厉害 厉害呀 对不对 那个楚怀王他有什么呀 楚怀王本来就是啊 这个楚国人给给找出来的 对不对 就是啊 这个这个项梁啊 他们找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的话他又没事了又没军队 然后呢 你说留着他干嘛呀 杀他不就完事了吗 谁让你做出的这个这个决定 是不利于我项羽的 你不活该去死吗 对不对 你还是我们楚国人给给推起来的 你楚怀王吗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你这样的一个人物 你死了又死 死不就死了吗 可是大家看一看 为什么项羽到最后啊 没干得过这个刘邦啊 想一想 立巴山西气概式的项羽 怎么就输给了这个刘邦啊 刘邦到最后怎么就赢了呢 大家还得想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跟大家讲了 啊 有可能是啊 杀害楚怀王这个凶手 这个鹰部 也是啊 这个原来当年都是听项羽话的 这个鹰部 怎么走到最后 鹰部都投降了 投降到了这个刘邦这里了 齐国大量的人也不跟刘邦顶着来 为什么啊 对不对 那项羽之使封出来的啊 封出来的这个这个十八路诸侯 怎么 怎么到最后的啊 都得了项羽的力 都被封了诸侯 到最后大量的人都投奔了刘邦 为什么 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这跟项羽弄死 楚怀王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啊 楚怀王伤害不了项羽什么 你们楚国人把这个楚怀王推举取 推举出来的 对不对 楚怀王又没兵又没钱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你就把他给杀了 为什么呢 只不过因为伤害了你项羽啊 一点点的一个利益啊 真正伤根啊 伤疾根本的事情 楚怀王并没有做呀 楚怀王只做了一点有利于刘邦的事情 结果你项羽就把他弄死了 那那我那你说啊 那十八路诸侯王 他们怎么想 他们想 那那我们啊 手底下有钱有兵 那对于项羽都是直接的威胁呀 对项羽没有直接威胁的楚怀王都死了 那我们怎么办 对不对 那那我们啊 我们啊 早晚也被项羽弄死 那我跟你项羽拼命了 对不对 这就是楚怀王与项羽啊 的完蛋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啊 而且呢 楚怀王不在了 我们听谁的 楚怀王到最后啊 被立为啊 楚异帝啊 那也算是啊 这个皇帝级别的人物了 然后你你直接你项羽把他弄死了 那我们听谁的啊 这个楚怀王还在的时候 起码有一个朝廷 我们可以在朝廷上辩论一下 那起码可以拿楚怀王 当那个话多了 跟你讨论讨论 我们遵守的是楚怀王那个讲法 结果走在现在 对不对 那我听谁的啊 听强者的是吗 啊 对不对 这个大吃小强吃弱 他又来了 然后来了之后 我们稍微弱小一点 我们没有一天是安生的日子 对不对 尤其是看见你项羽 我们就得跪一下是吗 不愿意跪 对不对 而且呢 你太坏了 然后然后啊 对你产生不了重大威胁的楚怀王都死了 那我们手底下有钱有有钱有兵的这些人 这些王 那我们也早晚被你项羽弄死了 那你你弄死我之前 我先弄死你 有些同学说了刘邦也不好 刘邦是不好 对不对 刘邦是不好 但是的话刘邦现在没有弄死我 要死还是你项羽先死 所以说呢 刘邦来了 刘邦来了 投降 投降投降 加入刘邦 加入刘邦 怎么在 然后他没办法 打不过刘邦 加入刘邦 我们一起干项羽 到最后就是这种结果呀 项羽为什么完了呢 对不对 楚怀王没用 白设 对不对 确实是白设 结果你非得要掀桌子 你到最后就落那种结果呀 对不对 众叛亲离呀 天下接反 就这种结果呀 为什么跟大家讲 美国在联合国出大问题 为什么是大问题 到最后天下接反 你美国会倒大煤 对不对 这还只是其一呀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啊 中国的代表啊 在联合国的讲话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尤其是提到了正义啊 终将胜利啊 这句话非常 非常的有意思吧 为什么让去讲呢 看起来是一个 有点感性的一句话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务实的一个话 为什么呢 咱们先看啊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张军啊 讲这段话的一个 一个啊 全部的一个内容啊 就这一段话 跟大家读一下啊 然后这个张军说啊 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 美方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 恰恰相反 正是啊 中国和有关国家坚持原则 主持正义 才迫使美国认识到 美国不能也无法 再继续阻挠 安理会啊 朝着正确的方向 迈出关键的步伐 正义终将胜利啊 这段话什么意思 为什么跟大家讲 这段话看似感性 实则是理性的 正义 谁代表正义 谁代表正义 中国代表正义 对不对 中国的代表张军所说的话嘛 中国代表正义 为什么中国代表正义啊 可能有些同学会说 你说啊 代表正义代表正义了 大家就 大家就得知道了 正义代表着什么 正义 他对立面是邪恶 邪恶 他为什么称之为邪恶 因为邪恶伤害大家的利益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邪恶你是坏的 你是非理性的 你有事没事就掀桌子 只要你不开 只要你不开心 你想弄谁就弄谁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你你不管别人的死活 别人啊 拖家带口 一家老小都等着啊 都等着吃口饭 结果你美国人不管别人吃不吃饭 你比你把别人饭碗里的啊 这个饭拿走 让你美国自己吃 这叫什么 这叫邪恶 大家听懂了吗 对不对 你伤害别人的利益 刚才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芯片法案 通胀学界法案 你美国只顾自己的利益 你要把别人碗里的饭 拿到你自己的碗里面 韩国 三星 SK海力士 台湾的台积电 都得去美国设厂 对不对 荷兰 阿斯麦 少赚钱 对不对 少赚钱 我不管 你只 你只负责 卖给我美国就行了 你不许卖给中国 所以说 荷兰的首相来了 所以说 阿斯麦闹着 我要搬家 搬去法国 对不对 你抢别人的利益 那你说 别人如何看待你啊 邪恶 对不对 不仅如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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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自己的心情 来做事 对不对 你看谁不顺眼 要弄谁 联合国 大家都知道 要钱没钱 要事没事 要病没病 对不对 你现在竟然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不具备约束性了 你干嘛 你要造反了 是吗 你掀桌子是吗 我们这个世界上里面的大部分的中小型的国家就指望着联合国 我们可以投个票 我们起码可以在这骂个人 对不对 联合国没有了 我们连骂人的地方都没有了 对不对 到最后这个世界大吃小强之弱一来 我们这些国家全都倒霉 你美国就因为一个决议不利于你 你竟然说都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都没有没有约束力了 你要掀桌子了 什么 邪恶 谁是正义啊 保着大家利益的那个国家是正义吗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中国在俄乌冲突包含啊 这个这个这个袈裟的这个问题吧 中国一开始都是啊 劝和促谈 包含中国对于啊 这个俄乌的问题 最开始啊 俄乌冲突开始第一天 中国的啊 这个立场就讲得很清楚 既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那也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啊 对不对 国这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指的就是啊 乌克兰 中国支持乌克兰这个啊 这个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对不对 让中国也支持俄罗斯所主张的 我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吗 劝和促谈 解决问题 大家要谈 不谈不行 对不对 中国既保乌克兰的力 他也保俄罗斯的一个力啊 俄乌这边是如此 加沙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啊 劝和主权 两国放弹要落实 对不对 然后呢 巴勒斯坦人啊 不能够被啊 集体的惩罚啊 你以色列不能再打了 对不对 你以色列还想不想在这个中东地区啊 一直生存下去啊 你小心你的子孙后代哦 以色列 这都是中国啊 在这些问题上一个态度 保的是大家的一个力啊 谁能够保障大家的利益 保障的足够的好 谁就代表正义啊 谁抢大家的利益 谁就是那个邪恶嘛 对不对 大家发现没有 中美在这些问题上 这个态度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冲突 那未来谁赢谁输呢 最后再跟大家读一段啊 这个联合国啊 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张军 讲的最后一段话呀 张军表示啊 中方赞赏古特雷斯秘书长和联合国人道机构所做出的努力 以色列应该全面配合开放拉法和其他陆路口岸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啊 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对加沙的民众获得国际人道援助不可或缺 无法替代 中方敦促各方尽快全面恢复对工程处共资 以色列近期对工程处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发起了恶意攻击 然后中方对此坚决的反对 为什么跟大家读这一段 对不对 中国在干嘛 中国在立联合国的权威 前一段时间啊 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在指责啊 联合国那个工程处嘛 然后呢里边有哈马斯啊 你联合国竟然雇佣哈马斯这新闻看起来对不对 对 但是联合国的工程处雇佣了几万个巴勒斯坦的啊 这个这个员工啊 对不对 然后工人呢 然后他就是在巴勒斯坦啊 进行啊建设工程嘛 他当然要雇佣当地的工人呢 当地的工人 我还差他三代 对不对 雇佣了几万个人 然后里面啊 有那么一些啊 有那么几个 有那么十几个啊 这个这个哈马斯的人 有什么可奇怪的 对不对 结果呢 以色列跟美国就拿着这个问题去去指责美国 指责这个联合国嘛 联合国你竟然啊 跟恐怖主义组织啊 有所勾连 联合国完了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跟大家聊过 你美国攻击联合国的合法性 对不对 你这是在干嘛 你是在攻击周天子 普怀王 以及汉先帝的合法性 你跟这个世界你顶着来 你小心倒大煤 对不对 然后到中国呢 中国这个时候站在这 我保 我保住联合国的合法性 我中国在干嘛 我在救这个联合国呀 我是联合国的大恩人呢 美国这个国家要掀桌子了 美国这个国家要拆联合国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美国这个国家要伤害联合国 美国这个国家要弄死联合国 联合国都没有任何的合法性了 联合国自己要晚了 他会怎么样 他会求活呀 他求活怎么办 他求活 他得找找另外一个强国呀 跟中国多多事合作一点 对不对 联合国跟中国合作 到最后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呀 侠天子以令诸侯嘛 谁啊 谁跟天子站在一起 谁就具备了那个正当性 谁跟天子站在一起 谁就具备了那个合法性了 对不对呀 然后谁具有了这个合法性 谁会有什么呢 谁就是正义的 对不对 谁就是保住了大家的一个利益呀 你保住了大家的利益 大家如何看待 如何看待你呀 在很多的啊 大家可能会认为啊 这仅仅只是一个 加沙问题的一个议案 但是他背后代表着 经济政治外交 各个领域上的一些啊 不同的国家的一个观点呢 对不对 经济方面 然后的话你说啊 其他的这些国家 中小型的这些国家 会不会坚定的与中国合作呀 而且还得高呼着什么呢 高呼着中国的一带一路非常的好啊 中国给我们带来了经济 带来了发展呢 尤其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如说啊 像这个巴西 这种国家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跟中国 要使用本币结算的贸易 为什么要这样去干呢 对不对 然后到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看东南亚 这些国家的一个态度 哪怕美国人施加压力啊 给这个马来西亚 拼命的施压 你要表态 中美这两个 你得选择一下 你得站在我美国这一头 对不对 马来西亚 你这个国家 你不担握美国这头 哪行啊 结果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反复的表态 不选择 不选择 对不对 我跟中国 跟美国都很好 但是谁比我选择 谁是坏人 谁比我选择 谁是坏人 这就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这些国家 现在都是啊 都是在某种角度上 替中国的方案 进行背书啊 维护着中国的 这一套方案 因为中国保住了 大家的一个利益啊 在联合国这种场合上 中国也在保联合国 对不对 那你说 这个世界未来会 慢慢的往哪个方去发展呢 美国这个国家啊 从这些事情上 大家就可以得到 那个结论啊 真的是不成事啊 尤其是面对中国 你且得选 那就像我刚才 跟大家举的这些例子啊 这个周天子 楚怀王 再加上这个汉仙帝 这些历史故事啊 都什么朝代的 对不对 这个 这都是啊 这个周朝 秦朝到汉朝 这中国历史 比较靠前的 那一段历史了吗 对不对 中国人在啊 一两千年之前 两千年之前吧 都明白的这个道理 美国人到现在 还在犯错 对不对 你就拿曹操来说 曹操都懂 夏天子以令诸侯 结果你美国在干嘛呢 哈哈 你美国现在 这啊 拿着鞭子 抽着天子 对不对 拿着刀子捅天子 然后呢 你以为这样就能够啊 就能够令诸侯了吗 诸侯就会听你美国人的吗 开玩笑呢吗 美国这个国家玩着玩去 就懂得霸权 你强的时候 你拿着刀子 对着别人比划 那别人 真拿你没折 对不对 而且别人没准 还得往那一跪 跪下之后 哎 抱住你的手 哎 大哥 您这刀子好啊 对不对 这这刀子啊 这这晚上 这这把匕首 这应该是啊 能够世界上数得着的啊 知名的那种武器 对不对 谁有这把匕首吗 谁那个武力值 少说得加一百 对不对 你强的时候 别人肯定要这样去做呀 因为别人要求活呀 对不对 你弱的时候呢 你坐着的时候 拿着刀子冲着别人比划 哈哈 对 那别人表面上会跟你说 大哥大哥 我听你的话 别生气 别捅我 对不对 人家回家之后 你看看人家怎么干 这就是这个美国 美国走到现在 就会玩硬的 一点软的都不会啊 那到最后 他跟那个 力拔山西 气概式的那个项羽 他又能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他到最后 落得一个四面楚歌 那个结果会奇怪吗 楚国 西楚霸王项羽啊 就在原来人家也是啊 能够侠这个楚怀王啊 给大家分封王位的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到最后就四面楚歌 没人救他了呢 美国到最后 那个结果会比啊 这个项羽好吗 大家等着看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